受到颱風西南氣流的影響 菲律賓的馬力錦納河在11號的下午5點 達到了紅色警戒水位 可以看到當地的政府都已經派出小船 也針對地瓦地區 還有其他已經淹水的地區的民眾 進行撤離警報 水勢來得又快又急 引進河岸邊的民宅 已經淹到一層樓高 不少災民涉水搶救財物 也趕緊撤離到收容中心 這次聖馬叼政十個里 以及馬列錦納市三個里 全都泡在水中 慈激志工即時勘災 也到超市替災民準備應急麵包 我們要買300份的麵包 先買300份 假如不夠再來買 不過在晚間7點 第一時間撤離的收容中心 也遭遇淹水 災民只能再趕緊移到 鄰近的教堂 這30天之內 這已經是第三次醫院 但是這個最嚴重的 從場記憶 今晚應該沒辦法很順利的發放 我們就認為說 今天麵包先發 三層樓的空間 擁緊了將近100多位的災民 而慈激志工未來也會針對 這些災民做長期的關懷 帶來新聞楊杰西德明儀 菲律賓報導